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相信很多学生以及上班族们 今天可能都还蛮开心的 因为明天开始就是三天的连续假期 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三天 以明天跟礼拜六的白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 礼拜六的晚上开始就会一波风面云气南下 东北季风也会略微增强 天气会有点不一样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 那么在关心这个周末的天气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目前 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扰动预估 在明天的时候就有机会被命名为今年的第三号台风 那么事实上在2月份有三个台风生成 其实还是相当的不常见的 那么预估这个台风不会对我们台湾造成影响 预估未来会朝北边来移动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预估在明天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个热带的系统发生 那么在明天的话 我们台湾的天气我们可以看到 在卫星云土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附近 目前云浪不是很多 今天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银峰边的北部 以及东半部地区的云量稍微增加一些些 但是这些云溪都是属于比较浅薄的云溪 所以并没有造成太明显的降雨 但是如果是这几天要前往中国的 长江流域到山东这附近 这个地区的话要特别注意 这两天是会受到一个云溪的影响 所以也可以看到 这个雷拉回波其实还蛮强的 这两天这边的天气是不太稳定的 另外如果说是要前往日本的关东地区 也可以看到目前在日本南方这边 也是有一波云溪 目前在这边影响当中 要提醒您如果要前往日本的话 天气也是不太稳定 是比较容易有下大雨的机会 那么预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在我们台湾附近 因为受到北风以及东北风的影响 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宜兰以及花莲的沿海地区 跟台东屏东这附近 有一些短暂震雨 但是雨势都不是太明显 但是明天可以看到明天 随着北方的高气要往东面移动出来之后 天气会更稳定 因为在这个北方高压移动出来之后 会转成比较明显的偏东风 所以在被风测的西半部 天气都相当的稳定 只是明后两天要注意在清晨容易有误 东半部地区因为是在迎风面 所以明后两天持续都要注意 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的机会 那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在礼拜六的晚上开始 受到下一波风面云溪的影响 在我们迎风面的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 都会转成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 那么预估从礼拜天开始 一直到礼拜二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 云浪比较偏多 但是整个雨势来说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来看一下歪几天 荣温下雨的这个区域 可以看到在礼拜五的时候 是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云浪比较偏多 比较容易下雨 礼拜六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慢慢的山区 或者一些云气慢慢的涨起来 而且到晚上的时候 风面云气就会慢慢的南下了 那么到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 可以看到礼拜天 风面云气南下之后 在我们苗栗以北地区 到我们东半部 花莲这附近 是容易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的机会 礼拜一的话也是比较类似 只是雨势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那么在外来几天风的部分 也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是因为有吹一些东北风 所以雨量稍微偏多一些些 明天的话会转成比较微弱偏东风 甚至是东南风 所以在我们西半部 天气会比较稳定 但是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开始 可以看到东北季风 又会明显的增强了 这个时候也会把北方 比较冷的空气给带下来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从温度的图上面 可以看到这两天的 我们台湾的温度 会是比较温暖一些些 但是礼拜六开始 可以看到北方的 这个冷色系的区块 就是冷空气的位置 也会慢慢的往南边移动 那么预估可以来到 中国的东南沿海这附近 不过还好这波冷空气 没有像前两波那么样子的强 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这两天都是 水比较温暖的温度 那么到礼拜六晚上 一直到礼拜天 冷空气南下之后 造成温度的下降 其实还是有一些落差 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身体 是比较承受不喜 像这样子的落差 比较容易着凉感冒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开始 还是要记得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记得要多添加保暖衣物 我们来看一下外几天的天气状况 在礼拜六之前 北部的天气相对来说 都比较稳定 降雨几率都是在20%以下 礼拜天到礼拜二的降雨几率 都有70% 但是降雨的情况会越来越缓和 在温度的部分的话 礼拜六之前都是水比较温暖的 但是早上跟晚上还是有点凉意 大约16到18度 中午的话可以来到24到25度 但是从礼拜天开始 可以看到温度会有 比较明显的往下降 天上低温大约14到15度 但是中午的高温呢 会下降到20度以下预估只有18到20度 在南部方面的天气 在外几天几乎都不太会下雨 但是礼拜天跟礼拜一 因为受到封面云溪南下的影响 云量也会稍微增加 降雨几率提高来到30% 温度的部分 白天高温也会逐渐往下降 可以看到在礼拜六之前 天气都是比较温暖的 清晨大约18度 中午可以来到26到27度 但是从礼拜一开始 中午高温也会下降到 只有23到24度 清晨低温大约16到17度 那么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叮咛大家一下 建议大家可以把握礼拜五到礼拜六白天 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如果要出游的话 尤其在我们西半部地区 城间是比较容易有雾发生的 那么预估白天慢慢随着阳光出来之后 这个雾才会慢慢的散开 礼拜六晚上开始 有一波封面云溪南下 预估北部跟东半部 会转成容易下雨的机会 温度也会稍微的往下降 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波的天气变化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